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在澳门商会的努力下 澳门国产业逐渐走向正规化 人们可以放心地进出赌场 然而在这一片祥和的表面下 总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 澳门的江湖之中 又将掀起一段血与腥风的故事 今晚由赌神高先生发起的民间循环子善赛 进入第五场 在此之前赌神高先生已联赢四场 共筹得善款近万元 本场赌神高先生的对手 为商界巨头黄叔兰黄老板 这也是黄老板第一次参与民间慈善赛 对于此次与赌神之间的对决 黄老板表示十分期待 但他并不相信世上会有神虎其神的排进 很想亲眼一睹赌神的风采 黄老板更是孝称自己为赌王 赌神高先生非常感谢黄老板积极响应民间慈善赛 也很有信心赢下这场赌神与赌王之间的世纪赌军 赌神高先生一再说明 每场慈善赛的票务收入都将并入善款之中 而所有善款也都会用于灾民的安置 与灾区的重建工作上 并且会有相关人员移民监督 高先生好啊 我们不好意思来晚了 等活了个久的 没有关系 大家都是朋友嘛 我要见外 朋友 我搞不好 你可是商界巨人 我只是 高先生 年轻里不要 这么一切 就被包围堵失了 那是咱们播讲 我也听了 这个阶级这么普通的事 只能可以灭双收 只要他不在后面刷手 不要 我的话 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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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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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會兒 我待會兒 謝謝 好爱好爱 赌神惨死街头 外报没报 今日特大新闻 赌神惨死街头 外报没报 赌神惨死街头 是情杀还是仇杀呢 这一切是人性的扭矩 还是道德的沦丧 谁又说得清楚呢 我和他还有个仪念之交呢 真的爷爷 我听说您可是 没错 当年我就是那个出了名的 出欠我最爱 被抓耍无赖的 这才导致了 你几个叔叔和你父亲的惨死 幸亏我及时收手 卷出了全部家产和十几房太太 这才保住了你十三叔和你的小命 那您真伟大 小意思了 马升啊 你虽然跟着我学了点赌术 可我要告诉你 千万不要赌 一旦沾了赌 会有危险的 我知道了 爷爷 侯先生发东西了 赶紧去 你们去不去啊 我去 等等我 侯先生 你干什么去 我 侯先生发东西了 我去 我要去拿东西啊 马升 你已经长大了 不要跟这些闲鱼帮一样 一心靠着救急过活 没前途的 哎呀 爷爷 其实我一早就想去城里闯荡一番了 你呀 早就该出去闯一闯了 嗯 哎 哎呀 你 你干嘛呀 你 我去领东西呀 哎呀 哎呀 你刚才还说没前途呢 我说的是你 我这把年纪了 不靠旧气 难道靠你吗 傻小子 快到城里找你十三叔吧 他现在好有名啊 连城里的狗都认识他 很容易找的呀 哼 哎哎 你们这把兔崽子 给我留点儿 哎 哎 十三叔 是 十三叔 十三叔 天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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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活 猫子 天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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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等的大猫子 天灾 来 花儿呢 来 来 来 哎 兄弟 不知道不知道 您认识富十三吧 不认识 您认识富十三吧 不知道 您认识富十三吗 嗯 不知道 不知道 您认识富 请问您认识富十三吗 不认识 麻烦您问一下 您认识富十三吗 您认识我十三叔 不知道 请问您认识富十三吗 不知道 切花 先生买花吗 买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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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慢走 哎呀 唉呀 喂 您认不认识十三叔啊 嗯 连您也不认识 唉呀 十三叔啊 你在哪啊 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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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哥 这么巧啊 来看电影啊 对啊 今天魔术表演得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没什么人看 这不吗 我这么早收摊了 我带你回去吧 好啊 走 我的包 上车 快 臭小子找死啊 这是你的包吗 我的 哇 这么开的包 是你的 那 我劝你赶紧跑啊 又来了两位正义之士 待会儿打得你满地找牙 好 该跑的是你吧 那 就是没得选了 江湖规矩 单挑 兄弟们给我射 让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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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呀 快打了 谢谢你 我给你 谢谢 抹草 妈 穿 你 妈 你 鹣 我 为什么 她 对 好 好 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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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了吗 我叫李海龟 大家都叫我老鬼 阿少 我回来了 好好的啊 直在说 哎呀 你的身段不错嘛 阿毛 你的毛都快露出来了吗 直在说你看我今天美不美啊 美美美美美 诶 直在说你看着啊 这么穷还装高端的 闪开了 你等我回来啊 你还要怎么能够呢 我上天啊 你还要做什么呢 我上天啊 你还要上天啊 你还要上天啊 我上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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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十三 谁不认识 你是傅十三 可说是呢 我是你的亲侄子阿生啊 阿生 这么多年没见 长这么大了 是啊 大侄子 双双 大侄子 大侄子 求你 德亨 共熱 干构 优优独立 干构 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连城里的狗都认识你 说十三哥 这个房租啊 可是要交双份哦 交双份房租 你的你自己交 我没有钱 你这么大的人 连份工作都没有啊 我 我 十三叔 我可以给你学醒尸赚钱呀 算你小子有眼光 走 上楼 那 这醒尸呢 我不是随便教人的 虽然我们是亲戚 但是 规矩 还是要讲的 学义 先学德 做事 先做仁 我明白 祖学们 我明白 我明白 这是你十三叔说的 别看平时 你十三叔不正经 但是 一拿起尸头 立刻雄尸附体 威风凛凛 不相信是吧 没 不相信你十三叔是吧 好 今天我就跟你露几手 随便见了个人 师傅 你叫我 谁让你见来的 小猴呢 撒尿吗 他可以撒完再进来 我问你 你进来干什么 是你说要露几手 随便见人的 你不是在吃面 吃着面就滚远一点吃好不好 师傅 我吃完了 行啊 现在敢跟师傅顶嘴了是吧 好 是不是想尝试一下师傅的霹露盘云 幸亏他跑得快 要不然我这一掌才 吃面啊 继续 是 是在说 是 一大清早神神秘秘的 给我一个人独守空房 吃 是 是 秋笛小姐 小姐 你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想知道我的名字 我叫阿花 你能不能 能不能和你做朋友 好好好啊 我是说 你可不可以 走开 靠是心悲 我警告你 不要乱说话 座人是有底线的 明明想靠近 你却有假猩猩不丹道理您 好 好 会长 你好啊 黄老板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我商会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好 侯会长 你是爽快人 小弟我有话直说了 现在这个澳门大大小小的赌场 有几百家 你们马上要实行这个正规划 小弟实在有难处啊 希望以后会长高台贵手 放小弟赌场一马 我不会让你白担风险 我们赌场赚来的钱 给你两成 这么多呀 那我岂不是可以躺在家里 输钱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再送你一套大别墅 黄老板 黄老板出手真是大方 你是什么人 我很清楚 我侯贤是什么人 想必你也很清楚 实话告诉你 今天的会议 就是要整治你这个赌场恶伯 你这个赌场恶伯 是什么人 你认识的 小弟赌场恶伯 是什么人 你很清楚 你很清楚 你能担心? 你不在意 你去哪儿早上 我为你花呢 你 你大早上偷偷出去玩 还不带着我 幸亏没带上你 带上你 今天我会输得更惨 你去赌钱 生意能不能小点 你赌钱 你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 你赌钱 十赌九书啊 没事干 随便玩玩吧 暴行 我说你这臭小子 说话跟你爷爷一样 对 你也教我的 臭小子 我问你 你有没有从你爷爷那儿 学到那么一点赌书 有啊 真的 真的 教教你十三书啊 你这样学呀 我告诉你 你连十三书都不教啊 当然不行 爷爷说了 赌完的钱是有危险的 会反噬自己的 那既然这样呢 我就不留你了 走吧 哼 书职一巧居然这么对我 书职怎么了 这吃饭不花钱吗 这住房不花钱吗 处处都要用钱 没有钱很难的 你还剩多少 你还剩下 九块这么多 你 九上十 九上十块钱 连房租都交不起啊 爷爷说你混得很好的 是啊 是吧 想我堂堂醒尸窍头 十三书 当然混得不错了 现在是淡季嘛 生意不好 没有生意 所以呢 一闲下来就手痒了 手痒了他就 那你就去赌啊 真给爷爷照片 当年呐 你爷爷只把 毒瘾遗传给了我 他说我心术不正 不肯教我赌树 你这就说这么点儿钱了 不是让我能求你 这个臭小子吗 树枝一场 帮你一次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快走走走 快快快快快 快走走 那 我先说好啊 你把输的钱赢回来 就走 那当然了 做人不能太贪嘛 不然 贪字变瓶子 走 来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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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七拍不七拍 怎么样 没欠过吗 你欠玩哪个 我是谁的吧 那个 走 咱们玩那个 站着 看看这个 压哪个 四五六打 好 brinc here 我的我 我的我的 我 我的 一个变两个 一个变两个 压哪个压哪个 在哪 decir 压哪个 二 三 五 行 行 四块 可以的 再来吧 再来吧 我房租够了吗 大半年都够了吗 再来一把 再压一把吗 阿胜 等等 兄弟 赌数如此高超 不如跟我赌一把 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赢够了 不玩了 嘿嘿 既然这样 我们不如跟他玩两把 让他们看看我们多厉害 你出门时间不是这么说的 当然了 但是咱们要是这样走的话 他一定觉得我们没有胆量啊 不玩 跟他玩一玩吗 玩一玩 不玩 玩吗 木木叽叽的 你们到底敢不敢 就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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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 西娃儿一块钱 不好意思 先生 至少一百七呀 好 好 跟你 发牌 我告诉你我们赢定了 我告诉你我们赢定了 那也未必呀 他怎么又有黑刀卡 你出钱 不能乱说啊 徐经理 你不能这样 安静 安静 大家都知道 我徐老虎 那是最最诚信手技的人了 对对对对 是啊 是啊 我们两个人的底牌里 都有一张黑头K 说明我们两个 肯定有一个人出签了 肯定有事啊 肯定有事啊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找台下的关注 上来搜一下我们的身子怎么样 搜就搜 谁怕你啊 嘿嘿嘿 有没有愿意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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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来 哇 他身上有牌 他屁股想说什么 怎么 他身上有牌 给我抓起来 你们是一起的 那个不是 徐经理啊 我跟他不认识 我只是 只是觉得他的牌气不错 多跟他说两句而已 我 阿盛 你先挺住 我去搬救兵啊 我跟他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那就滚蛋吧 好好好 送送送给 走啊 是帅主 是个误会 快滚 不不不不用送 小伙子 你太难了 算你倒霉 卑鄙 这赌场啊 自然有赌场的规矩 你破坏了规矩 我就要让你知道后 带走 好了 大家接着玩啊 怎么回事 黄老板 这小子 他敢在你那场子里出千 被我抓个正找啊 没有 黄老板 是是他出千 他栽赃我 我栽赃你 你给我跪下来啊 小兄弟 阿虎是我厂子里的经理 那我更相信谁呢 当然是自己 阿虎啊 以后这种事啊 别带进来 自己处理了 是 把蛋给我扔出去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自己来啊 自己来啊 我们都是先砍断了手脚 再扔出去 要不然 你自己砍 黄老板 我很年轻 我不想死啊 给我自机会吧 在我厂子里出老千 你倒是很有胆量啊 胆量我是有的 黄老板 我这个人是杀人放火 煎银掳掠掠 是 无恶不作 除了好事 我什么都干 黄老板一定会有用到我的地方 阿虎 先下去吧 这 这 先下去 先下去 是 是 走 我还真有件事情啊 黄老板 别说一件事 就是十件事 二十件事 我阿生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帮我去杀个人 杀杀杀杀杀杀个人 没问题 黄老板 别说一个人 就是十个人 黄老板 社会这么和谐 大大杀杀不太好吧 来人 那个黄老板 我仔细地想过了 我天生就是心狠手辣之人 只不过还欠缺一次机会 解放天性 希望黄老板 可以让我来试试 好 使食物者为俊杰 我欣赏你 这件事办好了 赌场出签的事 一笔勾销 另外 还可以弄个精力 你干吗 谢谢 谢谢黄老板 这么巧啊 来 不是 你俩啥意思 不说话是吧 不是 你俩是觉得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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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 看不看 你快快开车 黄学长 快下车 黄学长 阿勇 快走 船长 你赶快走 让我来 快 谢谢 快走 耶 真的 这都不烦 我杀你 红先生 你是谁 我是来杀你的 我是来杀你 搞定吗 那是当然 这种小配色 一刀子 那你也没个傻子 等等 郭老板说 我解约了一个人 之前的事情一笔中笑容 而且还让我做赌场经理 光光我还说 这件事做得成功 做得成功 你都会背死我自己 你觉得没战红先生 我是阿少 我是不会害你的 现在时间近 你赔给我演一场戏 红先生 这儿比较危险 赶紧跟我走吧 红先生 红先生 阿勇 我在这儿 红先生 您没事吧 我没事 那帮人已经被我搞定了 只是 阿辉死了 我会替阿辉报仇的 红先生 我们赶紧走吧 这里边太危险了 等一下 怎么了 红先生 没事 走了 走 天下了 新鲜的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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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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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功 清也都 冲了 对 打给 拉 阿 disl 阿胜啊 我正要去救你的 没想到 你从如此的 险境之中逃了出来 让师三叔刮目相看哪 来 借过借过 借过借过 阿申哪 别生气 十三叔给你买了 这么多好吃的 回去给你做 卑鄙 别生气嘛 你还想吃什么 你说 都没有鸡翅 那是鸡翅 有 咱去买 别生气 好不好 坐坐坐 那我吃吃中 吃中 吃中吃中 买买买 你说的 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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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马上就好 十三叔 十三叔 你是怎么做的 把这个鸡翅烤得这么好吃的 我们通过那次 赌场 我决定了 我要带你洗心革面 重新 等等 等等 聂天 是你把我留在赌场的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的应该是你吧 行行行 我改 我改正一下啊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 这活是这个糊了 我们一起洗心革面 一起重新做人 好吧 叔叔你打算 怎么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啊 我 我想好了 我要把省尸的绝学 统统地传授给你 让你成为澳门顶级的 省尸教徒 真的 太好了 十三叔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明天开始吧 来 来 哎呀 师太书 有些东西是 三四类似的 说点能听懂的 有些东西是 多人话 有人来找场子了 我去 这么大的事 快快快快 快走 走走走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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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这儿的负责人哪 管主不在 有什么事你找我 你算老几呀 在这一代 谁不认识我醒师教头 傅师三哪 傅师兄 醒师教头 我看是吃屎教头吧 吃屎教头 好 你们怎么欺负人哪 白小岚是我姑姑 你们有什么事 就跟我说吧 小姑娘 这块地盘马上就是 黄老板的了 你们想在这儿继续住 可以 老老实实交钱 如果不交钱的话 陪陪我也行啊 你们别乱来 放放放放放放放 我陪你好不好啊 我陪你好不好啊 是你小子 你以为躲在这儿就行了吗 石像的 石像就滚 鬼边去 那我要是不石像呢 不石像 不石像我就打到你石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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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干得漂亮 使劲啊 要不然我来 我来 阿盛 乞丐 我来 你行啊 我行 你真行 没问题 我来 你小子 你是不是刚踢我了 就是你 你还踹我是吧 就是你 舅舅小姐 你没事吧 有事啊 没事 阿盛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的话 杰莉啊杰莉啊 让你弹我 不行了不行了 杰莉啊 你不是弹我吗 杰莉啊 杰莉 那我不去看吧 杰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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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搞错 不是说好单挑了吧 这不公平 那又怎么样 这也是我们的地盘 我们的地盘 当然我们说了算 好 你们的地盘是吧 好 兄弟们 有声 上 杰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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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什么人 竟然敢来我都无管闹事 这块地方 马上就要被黄老板收购了 我是来收房租的呀 你的人把我打成这样 这笔账怎么算 那样怎么算 怎么算 杰莉 是他 先调戏的秋笛 哼 而且是你们先动的手 我们才动的 对是他 你先动的手 好了 我知道了 是这样的 你们的人呢 来收租金呢 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嘛 就是嘛 不过 你调戏我们家秋笛 咦 这个嘛 怎么 要不要来试试 还不快滚 求助我别走啊 走 等着 都给我等着 别走 别走 超级替我 在老子的地盘撒也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没人能生到你 怎么 你没想试试啊 那王怀蛋 失手都不行 两下能打跑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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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骗你的魔术去 真吧 没事 那个 你放心 只要我在 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 秋笛 跟我过来 我 你这个昏秋 你过什么场啊 这种魔术一定要记中精力才行 滚 滚 别别别 鬼哥 你 你 你教我一个行不 该啥用啊 朋友啊 嗯嗯 给欠啊 嗯 鬼哥 你太厉害了 我要学这个 我要学这个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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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命啊 天生 六七七五 八钱 你说了多少次 你不要跟你说 没有吐息的小伙子拍好 挺老的 他说你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那你跟我进去 你进去啊 我告诉你 你看我找你别跑 你给我站住 你敢看我家叫你别跑 十三十五快让开 你干嘛呢 逃避啊 我怕老胡胡的小侄女被发现了 你小子肯定没干好事 我掐死你这个银贼 我天哪 因为我是你 你掐死你 你个小醋崽子 你还想对我们家修理怎么样 信不信我直接杀了你 十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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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的 你没事吧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十三哥 我不是故意的 你没事吧 哎呀 他中的莫菲是 非天无影手 什么 什么 非天无影手 没错 所谓 非天无影手 乃是武林三大掌法之一 快 狠辣 非辟无耻著城 凡是爱上死场的人 毕竟 口吐白沫 口齿不轻 蹊跷流血 不孕不孕 半个月后 将暴毙身亡 这么严重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像我这样内力深厚的练武之人 这都不叫事 你都口齿不轻了 我从小就练金钟罩铁步三 这掌 又算得了什么呢 别闹 快 回去 追牛皮 无影手怎么会有无影脚呢 你 臭小子 有种就不要逃 不要闪 点看就要倒数了 都是这个老巫婆 反正横竖都是死 不如让秋迪知道 我对她的心心 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做到 我就是喜欢秋迪小姐 你杀了我吧 好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你应该杀了 我知道 我无论剧自己的身份 我能不能求秋迪小姐这样的仙女 我可以跟你们仙女在一起 你就是小孩吗 你那臭傻子 你挺好 我只是希望 我真不思考 你可 秋迪小姐把天鹏活动 你不怕 我只可以 我只可以永迪都看着他 小瓜 就这么网着她 就小意思 哥哥 你动手吧 哥哥 秋迪小姐 来世再见 我爱你 我爱神经病 我爱神经病 你们 该干嘛去 吃饱撑的呀 你打算了 我爱你 睡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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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小姐 黄老板 前两天 我去白市武馆收保护费的时候 发现傅春生这小子也躲在那儿 他好像投靠了侯闲 这小子 既然投靠侯闲了 这个侯闲 处处跟我作对 就是嘛 黄老板 这不是 过两天 这个侯闲的饭店要开夜了吗 咱们就趁着那天 人多动手 神不知 鬼不觉 商会会长 开夜 让他消失在同一天 这个挺好啊 是是 就在那天消失 等我当了商会会长的那一天 赌场的经理 就是你的 谢谢 谢谢黄老板 别忙着谢 我跟你说 要是你杀不了侯闲 或者被他们抓去了 要是再供出我 不不不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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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怎么做 去吧 哎 哎 幸亏你十三叔内力深厚 要不然这一掌打伤了你 你的小命就不保喽 哎 十三叔 这你就不知道了 其实啊 我用的是一招 苦肉计 你看 当时我放弃抵抗的时候 秋迪小姐多担心我 我表白的时候 秋迪小姐多很感动啊 你承承吧 人家秋迪小姐会 会担心你 人家是水中月 净中花 那是像我们这种人 可高攀的呢 十三叔 振兴富士家族的 什么玩意儿 就要放在我的肩膀上了 你 我对追到秋迪小姐是有信心的 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姑娘 那么单纯善良 谁啊 谁啊 十三叔 我是秋迪 秋迪小姐 秋迪小姐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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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说 你不行了吗 你不行了吗 我该跟你在说吗 快快快快快 十三叔 来了 秋迪小姐 这么晚有什么事啊 我来看看你们伤得怎么样 没事 小伤而已 快去 春生 春生 我来 秋迪小姐 打的是我 你弄得比我还严重 哎呀 走开 秋迪小姐 谢谢你来看我 你这伤 怎么伤得这么重 不行不行 十三叔 要不然 我还是请个大夫来吧 不用 像我们这种习武之人 这都是小伤 不用请大夫 没事的 秋迪小姐 你能来看我 我真的很开心呢 没关系的 我没有什么大 你快躺下 别说话了 好好休息吧 对了 我这儿有爹打药 是吗 是吗 谢谢你啊 秋迪小姐 你对我真好 谢谢你 我 我真的很开心 松手啊 十三叔 我这爹打药 是家里祖传的 治外伤特别灵眼 你给春生磨点吧 行 这事你就放心吧 交给我了 来 那我先回了 好 回吧 回吧 秋迪小姐 你不再坐会儿了 你好好养伤 弟弟 别走啊 弟弟 秋迪小姐 慢走 别走啊 不 别走啊 人都走了 别装了 赶紧过来给我擦药 嫉妒了 我没有 你就是嫉妒我 十三叔 那个小兰小姐 好像对你有意思 不如你们俩 像你十三叔这样的人 有几个爱慕者 正常 正常嘛 十三叔 那你有什么技巧 你教教宝贝 你小子算是找对人了 我告诉你个重要的一点啊 如果 如果 你有爱上一个人 爱上一个人 你一定要去把他拿下 拿下他 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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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深深地爱上你 十三叔 你太厉害了 又是谁啊 十三哥 您好 看起来 这么久 你的总想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小岚 我来了 十三哥 关门 进来坐 好 十三哥 过几天侯老板的酒店开招 不知道能不能请十三哥你 去表演一下醒诗 这些天哪 我档期很满的 既然小岚你说了呢 我 我不好拒 拒绝嘛 那就先谢谢十三哥了 十三哥 你知道吗 其实大家都误会我了 我并没有像我外表看起来的呢 那么坚强 毕竟我也只是一个 特别普通的女人 既然比我还要 collaborating 当您再让一当同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十三个又难言之隐了 不是不是不是 我我我 你回来 我正面给你看看 你回来呀 哎呦 搞什么好吗 正面 我们进去 十三个 我真是挺着急的 你到底是上了还是不上了 哎哎哎哎 快 幸好你在这儿 你一定要给我证明 我是可以的 我是新的 我是你很厉害的 真到我这个狂八蛋 竟然远投资 信不信老梁下个月 一定找你帮助 还不快乖 你 站住啊 我继续 你是咱们的 是我们老子 你就消息我们的 不行我可以的 我真的行的 你老天哪啊 我真的行的 我知道你行的 老妹 我真的行 你给我自己救 我知道了 你给我 你先去看救我 你别去啊 我别去看救我 你别去看救我 你怎么个就意思 我自己回到 可以的 我真的可以了吧 感谢诸位前来捧场 今天我侯贤代表 澳门商会开了这家 力仆大饭店 今后凡事遵纪守法的 劳苦大众 没有饭吃的 可以到我这儿 免费领取 好 好 但是有手好闲的 我侯贤一律不发呀 对 我发给他们 好 好 他来干吗 侯先生 恭喜恭喜啊 黄老板 你怎么不请自来啊 干吗呀 侯老板快认快语啊 上次我让你考虑的事情 想得怎么样了 我奉劝你 死了这条心吧 我侯贤是绝对不会答应他 侯先生 你会后悔的 好 恭喜 小弟告辞了 小子混得不错嘛 女朋友挺漂亮的吧 怎么样 老东西 是 不要紧张 我好想淹了你 让我来说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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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讨厌的人走了 下面有请澳门著名的醒尸师傅 为大家带来醒尸表演 大家鼓掌怀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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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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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仔 赵我是阿姨 大雅 小弟仔 小弟仔 你好 吧 小弟仔 初衢 快走 妈 娘 二生 快呀 快快 快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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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今天侯先生 只是受到了一点轻伤 要不然澳门商会 可就要暗无天日了 一定又是那个黄叔郎 黄叔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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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安静点 这烦着呢 今天多亏了二生了 侯先生 你怎么认识这个小子的呀 臭小子 你怎么能认识侯先生呢 我们 我们 我们不是很熟的 我们就是喝过饭 吃过茶 是不是 侯先生 对 没错 侯先生 要不你就在我这儿 把上阳好再走吧 那就麻烦你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来 侯先生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有我阿双在 没人敢欺负你 你看 还是我大侄子有出息 如此 是亲爱的 怎么样 就不 ven 有我就是 本来吧 遇我 六子 乱在敬甘 到呢 才有什么 不遇到 苹姐 就来 一与吧 那就越来 来啦 那边风景特别好 下次啊 我一定叫上你 别聊了 收定啦 十三哥 那你在这儿等我们一会儿 我们马上就回来 快点 舅笛 走吧 嗯 走吧 瞧你的色样 很明显吗 你把你的口水擦一擦 来 话说回来啊 小兰姐我觉得挺难追的 你行吗 哼 不管怎么样 我要跟我家小兰 生七个女儿 三个儿子 这么巧 我也想跟我们家小笛 生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你笑什么笑 一厢情愿 痒痒不行啊 主啊 是你的大爱将我们吸引 将我们聚集在你的施恩座前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 口唱心河地赞美你 我们深深地知道 姑姑 十三哥 阿生 十三 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 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 说话呀 说呀 秋 秋莉小姐和小兰姑姑 回来的路上 被黄叔王抓了 胡闹 他们到底怎样 才肯放了小兰他们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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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侯先生您的 是 对 对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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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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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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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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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乱来啊 阿胜 救我呀 救我呀 别退 阿胜 救我呀 想弄死我 去死吧 全生 阿胜 黄疏狼 给 哈 你的 哎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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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